來我們看看第一題 第一題這個題目 我先說一下 這個題目比較難的原因是在於 你不知道怎麼去解它 因為我們如果光看這個係數的話 是一二二一對不對 很明顯這是整數嘛 那我們不是學過嗎 我說如果這個係數是有理數的 係數如果是所謂的整數根的話 我的答案是有可能出現有理根的 我說有可能沒有說一定是 對不對 那我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如果會是有理根的話 那很明顯的 他的答案應該會多少 應該是根本是怎樣 加1或者是x-1 為什麼呢 因為這前面係數是1 這個後面係數呢也是1 所以我前面的那個 兩個數字的部分 就可能是1跟1 1跟-1嘛 對不對 結果呢 你把那個x等於1跟-1帶進去啊 你發現結果都不會等於0 都不會等於0 那都不會0 沒有0 沒有解 既然都不是0 我代表這兩個答案不會是 那就得到一個結論了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是有理根 那答應是1跟-1 那既然1跟-1都不是他的解的話 那代表他不會是有理根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換句話說你這裡有有理根 有理根 化掉 所以你的C跟D是不可能選他的 聽懂嗎 那些比較難的地方是在於是說 他沒有10跟 有虛跟什麼跟 哇這個就很難判斷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剛才我講的那件事情 是解決的 兩個答案而已 那你只能猜而已 那至少我先說實在的話 至少 比5選1 總比3選1 3選1總比5選1好得多吧 會啦 OK 所以因為沒有解的情況下 所以 你可以把小趣事 不會有 有理根 因為如果有理根的話呢 答案只有可能是1跟 或-1的其中的答案 或者是其中一個 或其中兩個 那既然都沒有 就代表他不會有理根了 這樣懂了 好 那接下來問題 到底是10跟還是虛跟 到底是10跟還是虛跟 還是這個無理根呢 怎麼辦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地方做 x4次方-2x3次方-2x-1 就沒辦法 至少這個要怎樣 做音式分解 然後這個時候 考驗你高中的 國中的時候 你的音式分解你強不強 來 還記得音式分解有分解嗎 記得口訣嗎 有供音式提供音式 沒供音式就分組 不能分組呢 就用乘法公式 不能乘法公式呢 就用十字叫乘法 四個嘛 提供音式 四個 分組 乘法公式 十字叫乘 四個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供音式 有供音式可以提 沒有 可以吃四字嗎 沒有吧 二次三次四字沒有 二次有 三次沒有公式提 二次有而已 三次跟四次你不會去背那個公式的 你不會去背那個公式的 對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分解還怎麼分解呢 提供音式沒有嘛 所以用分組 來怎麼分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一四方一組 二三方一組 好 會到什麼結果 變成是 x四次方-1 然後呢 這裡 兩個都有誰 負二 而且都有x 變成了 x平方-1 哇 靠這個 串心放掉 眼睛露出 欸 這是什麼 前面露出了一些曙光 為什麼 因為 x中-1 高明 等什麼東西 x平方-1 乘以x平方-1 減掉兩倍的x x平方-1 有看到嗎 所以呢 這裡有沒有看到 呃 我看一下 我往寫錯了 這應該加一才對 sorry 這裡應該是x平方才對 因為你提出的是負二 有沒有 你提出負二 提出負二吧 所以要提出x 所以才會變成x平方 提出負二 才會變成加一嗎 會啦 那接下來兩個都有誰 兩個都有x平方-1 x平方-1 所以把提出完 所以變成x平方-1 好剩什麼 剩下這個x平方-2x-1 好 那它等於0嗎 所以簡單嗎 所以來答案有兩個 一個是x平方-1等於0 如果x平方-1等於0 請問你x等於0 來我寫慢一點好了 x等於-1 所以x等於正負根號-1 等於多少 正負i 所以已經確定了 至少是兩個虛根 對不對 所以它說沒有十根有機會 兩個虛根有機會 這個1已經不可能了 至少兩個虛根了 對不對 好再看這個 這個的話呢 拍誰只要用公式解 x多少 2a分之負B 加減根號 b平方就是8 對不起 負8 對 b平方是4 sorry b平方是4 然後減掉4ac變成加4 所以變成是2分之2 加減根號12 你也不用去把它畫減 4加 4 8才對 對不起 4加8 變成2分之2加減根號8 那它是什麼東西 無理根吧 對不對 無理根 有解啦 但是無理根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答案應該是什麼 兩個虛根 就是正負i 兩個無理根 所以答案選擇是b 下回吧 下回吧 好 這個地方難之難在這個因斯分這個動作啊 就是 你 好 我